近日,塔利班武装组织向外界宣称,他们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国CH-47支奴盖双旋翼运输直升机。 在其公布的照片和视讯中,我们可以看到,这架军用直升机已经被烧成了骨架,彻底报废。 塔利班称,该机受到了他们的火力攻击,由于受损严重,在紧急驻陆时燃起了大火。 但美方却坚持认为,此事是由机械故障引起的,与塔利班组织无关。 对此,北约驻阿富汗大使大卫巴特勒也表示,这架CH-47直升机在飞行过程中突发故障。 在阿富汗南部的赫尔曼德省映住陆时不慎坠毁。 最后机体起火,事故机搭载的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也受了伤。 但暂无生命危险。 也有人认为,在该机坠毁后,为了防止泄露军事机密,美军很有可能驾驶战斗机,对事故机残骸,进行了轰炸销毁。 据悉,CH-47双旋翼运输直升机,由美国波音公司研制。 是美军的主力运输直升机之一,能够运输33名到35名武装士兵,或者一个炮兵排。 还可以钓运火炮这样的大型装备。 因为可以进行空中加油,所以该机具有强大的远端支援能力。 支援前天后飞行。 在高温或高原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,也能出色地完成任务。 而且该机部分型号的机身,为水密格仓室,能够实现水上起降。 该机的抗毁伤能力也不错。 在被23毫米穿下燃烧弹,或高爆燃烧弹射中后,仍能安全返航。 在越南战争,海湾战争,阿富汗战争,以及波斯尼亚维和等军事行动中都有它的身影。 总体来看CH-47安全系数很高。 效能也很稳定。 尽管近期美制飞机坠毁事故频发。 但有关这一型号的飞机坠毁事件,却寥寥无几。 据悉,CH-47上次坠机事故,已经是2011年的事了。 机主是澳大利亚。 有趣的是坠机地点还是阿富汗。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。 但是估计已经烧成了废铁。 想要取证极其困难。 不过塔利班武装组织近期的活动,倒是愈加频繁。 据外媒报道。 本月塔利班不仅袭击了阿富汗西部的巴德吉斯省, 还使用汽车炸弹, 袭击了美军巴格拉姆基地附近的巡逻车队。 造成四名军民死亡。 因为阶子里送了美军的身份。 不过一度排充满。 构场地匯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